这是一个直播取号啊 老板说啊 没有拿到20万那么多 只是一部分订婚的钱 好 祝福你 祝你平安 不要加钱 这号 这号绝对不会超过2万2 这种修炼 我一打一耳 我就知道一定不会超过2万2 这号一定是2万2以下 应该是1万 1万7到2万2之间啊 咱们看 给你估的非常细节一点啊 因为毕竟这是你这辈子 可能花了最后一笔钱 一定是要让你死的明白 好 人修的话是一定是4000 然后的话 列数的话加150 宠修的话能加上啊 一个3400块钱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都不加钱 其余的辅助技能也不加钱 师门技能1600块钱啊 不对1400块钱啊 人物属性 生人的经验化身可以再加一层 可以再加上一个1000 无论他是化身几 成就不加钱 综合的经验的话是344亿 能加1440啊 这号经验比较高啊 生人的经验比较多 补助就不再加钱了 兔子的话能加上一个500 看看这个号有没有历史门派 原始种族就是龙宫 玩了这么多年没换门派 我真的佩服 真的玩了梦幻西游 2009年到2018年 上一任卖家玩了梦幻西游 9年不换门派的人 是真的佩服 我玩大堂的时候就感觉龙宫好 玩龙宫的时候感觉英机也不错 英机也不错的时候感觉 盘司的封印和顾伤也挺有趣的 虽说我基本上所有门派都玩过 但是一个号 玩了十多年没转门派啊 真的也是很厉害 限量强锐 再看一下子女 孩子不加钱啊 包裹里的东西也不再加钱 项链的话五口 装备的话能给他个200 戒指有点麻啊 双骨伤的零食啊 再看一下老板的宝宝 宝宝也不加 老板说化身从数的话是一个五层 这号的话化身补助一分钱不加了 幸运岁少12万了 这个号化身补助的话一分钱不加了 五层以后的化身是没有补助的 甚至还要扣点钱 哎呀感谢 144再加1000 再加1440 再加500 再加200 再加5000啊 最终的估价17000 17000估价估的有点低了啊 但是确实也没法加补助 他这号其实等于化身六层的号 但是宠兄又没买啊 好了看来吧多少钱买的啊 咱们估价的话是一万 17090 凉了啊 看老板多少钱买的 我们的估价是一万七啊 17090啊 17090 还价的人还都比较理性啊 没有太高的 这一天之内还价的特别密集啊 老板卖出去了啊 最终的价格的话是一万七千五 那你一万七千五留个毛汉啊 17500减去17啊 0 最终的估价的话 差距了四百亿 我觉得是四百亿的块钱 差的应该是服务器钱 你们说对不对 如果是一千块钱的烟花区 我估价的话 加五百两千块钱的烟花区 估价加一千啊 但是我确实没有查到 冬月泰山啊 这烟花价格